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在检查过后 我发现爱一点都不严重 随着乔佩拉和PJ卡克的商与付出 火箭将首次的季前赛实现阵容完整 他们将有机会在季前赛中演练常规阵容 这非常宝贵 当然 最重要的是大家伙都保持健康 火箭单加巨星哈登说道 最重要的是那些家伙需要让身体处于最佳状态 能够上场好好打球 火箭当然明白健康的重要性 因为上赛季他们就曾因此吃亏 上赛季 火箭凭借着除色的单板和坏防能力 一路杀入西部决赛 在和未免冠军勇士的交手中 他们一度占据着上风 他们曾经以三比二领先勇士 不少人惊呼西部就要变天 然而 暴罗在关键时刻受伤 这也是他们最终落败的原因之一 新的赛季 火箭引进了安东尼 马基斯 克里斯 詹姆斯 恩尼斯 奈克等人 从季前赛的表现来看 新人们融入的还算不错 当然 就像哈登说的那样 火箭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健康 人员完整才有希望和强大的勇士一较高下 风清阳 火箭是 火箭再立着 炼 火箭 火箭 火箭